评论区随机大挑战 三 二 一 停 哟 那咋啦 跟蛋蛋的说话 摸了个道 你这是想看我挨揍了呀 哈哈哈哈 乱哥 乱哥 你快看这个 乱哥 你是不是也有树袋熊了 没错 有了 那咋啦 乱哥 突然间手有点痒 好想揍点什么东西 别别别 我错了我错了 不说了不说了 这还差不多 我跟你说啊 你少学点网上这些东西 会爱揍的你知道吗 明白明白 不过 那咋啦 哎呀 莫生气莫生气 生气容易早稿屁 莫烦恼莫烦恼 烦恼容易走得早 这一样的 乱哥 你无聊不无聊啊 无聊无聊 我也觉得无聊 那咋啦 啊 战医涌上来了 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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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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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了 哈哈哈哈 等等 兄妹子 你看这个小蛋仔 状态好像不太对啊 咱们都在这跑了好多圈了 他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 嘿 小蛋仔 你怎么了 需要帮助吗 啊 啊 没事没事 我只是有点焦虑 焦虑 有什么可焦虑的啊 这不是在放暑假吗 我本来是想和朋友 好好地玩上一个夏天 好好放松一下的 但他却还要补课 而我一想到他在学习 我却在这里玩耍 我就感到一股深深的愧疚感 可是好不容易放假了 我又不想去学习 那咋啦 放假本来就是用来放松的 紧张学习了小半年了 还不让人放松放松了 来来 跟我们一起 接着遭遇 接着五 可以啊 浪哥 突然感觉 那咋啦这三个岁 好像也没那么让人生气了 哎 好烦呀 他怎么就突然不理我了呢 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事 让他开始讨厌我了吗 那咋啦 喜欢你的 你放屁都是香的 不喜欢你的 无论你做什么 他都会讨厌批判你 即使你已经非常完美了 但是呢 他依旧会批判你的完美 所以啊 他讨厌你 你就让他讨厌呗 那咋啦 哦 哦 走愿 可恶 马上就要出新盲盒了 他怎么还不还我蛋壁 要不我打电话催一下他吧 可是 好像也没多少 我要是催他的话 他会不会觉得我是个小气蛋 以后会不会再也不跟我玩了 那咋啦 这种只顾着自己的朋友不要也罢 打电话 喂 你抢我蛋壁多久了 赶紧还我 哦 不好意思忘了忘了 蛋壁到账两千个 啊 就这么简单 接住我 看到了吗 兄弟们 这才是那咋啦的正确用法 哦 好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